很高興今天受到加拿大一位朋友 她太太是台灣人 她對我們孔孟哲學非常有信任 她是在這方面專門經驗了幾年 她今天在線上舉辦一個就是 孟子的士德講座 她邀請我一起參加 我非常榮幸 同時在參加這個線上論壇之前呢 也給我自己一個機會去思考一下 孟子的人性本善這個理論 她在講人性本善的時候 我們記得三字經裡面講的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 息相遠 所以她雖然提出人性本善 她但是強調持續性的教育跟在教養這方面呢 非常的重要 這也就是合乎了我們講 人往高處走 誰往低處流 我們剛開始出生的時候 從沒有意識進入有意識 從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己的情況之下 一直到成長到能夠自己有自己清楚的意識 就是要走什麼樣的路 要做什麼樣的人 當我們獨立了以後 我們的生命的前進 考自己的努力 在孟子裡面提出的人之本善的這個理論之時候呢 我也同時也想到了 她提出的四種心 我一直在問自己 我一直在問自己就是 何謂徹飲 徹飲跟憐憫 不是同一件事情 用英文 Sympathy跟epathy 並不是同一種的意思 再來就是善二 她必須有羞恥之心 這一點在我們中華文化裡面 影響之深 我們中華文化 我們中華民族 是一個支持的民族 支持對我們文化 對我們中國精神 中國的這個意念呢 有很大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而這一點是區分 我們跟西方很多文明 很多文化的差異性都在這裡 有這時候我在想 是世界上四大古文明 只有我們中華文明 依然存續延續下去 的原因 我們有什麼能力 我們有什麼能量 支持我們一直能夠延續下去 還能夠繼續發光 我最後結論就是 我們有支持的文化 這一點 在西方看比較不明顯 他們也講面子喔 他們也講面子 那死要面子的情況 比我們中國人還厲害 韓國也是死要面子 日本也是死要面子 可是能夠落實支持 於無形之中 可能就是我們中華文化 再來就是我們講是說 知善惡 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揚善必惡 在文化裡面 我們也推崇這一點 最重要的是 是非之心 講來講去都在心 但是講的是心臟嗎 不是 講的是意念嗎 也不是 講的是良知 你要能夠知道 什麼樣的良知是什麼 那你就要問自己 我怎麼樣在日常生活裡面 能夠做到 治良知 能夠落實 能夠在有意識的情況之下 把下意識裡面的良知 能夠顯現出來 這就是我們每一天做人 做事 必須反省自律的一個 最基本的維他命